星期四的晚上 我们的共学营的投资营 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就是我们的王凡老师 那我跟王凡老师呢 认识已经有阶级20年的历史 王凡老师也是维多利亚教育集团的 在2006年第一位我们的投资老师 那我要非常非常的感谢一下 王凡老师在过去的十多年 为我们广大投资的学员 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首先让我们向我们投资界的前辈 举一下手表示一下敬意 那我们王老师呢 已经早早的进到我们的直播间 今天晚上呢 王老师将给我们带来呢 非常精彩的一个晚上 将会告诉大家 从他自己呢 这种高瞻远逐 包括气势磅礴 来给大伙讲解一下 疫情对整个未来 进入投资市场的影响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让我们呢 打开心怀关闭手机 进入学习状态 好那下面呢 校长简单的介绍一下 共学营 共学营我们这一期呢 实际上是一个投资创业营 那我们是从周一 周三周四周五的晚上 我们周一呢 我们的外汇的 这个利奥老师啊 给大伙带来了 特别多的意外惊喜 然后周三呢 安迪老师是亚马逊直通车 那我们的周四呢 就是王法老师 那我们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八点钟 将是我们 澳洲顾老师的 互联网营销的讲座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下个星期呢 从9月21号开始 将是另外四位嘉宾 给大伙也带来 同样是精彩的 投资创业营 所以还没有进入到 我们共学营的 1234567 这七个群的小伙伴们 请我们拿起手机来 我们扫一下整个屏幕的 右下方的二维码 回复维多利亚 那就可以记录到 我们的维多利亚 这一集团年轻的 公益的品牌 那就是线上共学营 让我们在疫情当下 仍然能够看得到远方 共学共进 拥抱未来 好的 那这是有关我们 共学营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共学营呢 从3月23号疫情来临之后呢 校长带领我们各路老师 以及我们的各路大咖 走进了直播间 为大家呢 在这种疫情之下的晚上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在知识方面 在创业方面 在找工作方面的 这种学识和这种的信息 所以呢获得了 广大学员的一致在语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 纯公益的品牌 所以很多朋友呢 如果错过了前面 160期的讲座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 我们以往的录播 那我们的录播呢 我们的录像在这里 麻烦该问啊 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来 我们一共是有三个二维码 那第一个二维码呢 就是维多利亚教育集团的 官方微信工作号 大家可以找一下码 然后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 每个星期周六的 公益讲座的信息 因为我们为大家的安排是呢 1345的晚上 大家呢 可以跟着公学营来学习 那周六周日 宝贵的周末时间 可以来听我们的 各种各样的 公益讲座的信息 那我们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YouTube频道 北美高端职业教育 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拿到我们的 公学营的 公益讲座的 公开课的视频的录像 真的是特别方便 而且呢 这个这个整个 效果也特别好啊 所以第三个呢 就是大家提前预告一下 11月30号 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啊 将是我们公学营的 跨年演讲 公学营有一个呢 特别的专辑 叫藤像妈妈分享 为明天的世界 准备伟大的孩子 为明天的世界 准备最精彩的自己 那这个主讲人呢 就是校长本人 校长做了21年的 绿叶 一直陪着我们各路红花 像我们的王老师啊 这样的老师们 名师们 但这一次呢 校长呢 走到了台前 给大伙做一次红花 来介绍一下 整个我怎样 来培养自己的女儿 然后包括呢 这个怎样呢 在维多利亚教育团 21年的 风雨与共 带领我们的学员 不断的找到工作 不断的创业成功 不断的投资成功的 过程当中 所经历的挑战 又怎样能够做到 维多利亚教育团的 slogo 然后我们 永远都不放弃 我们一定可以做到 大家会看到 一个不一样的校长啊 这个不再给大伙 介绍课程的校长 原来是这么可爱啊 大家可以来听一下 这场讲座 因为迄今为止呢 滕孝妈妈的讲座 就滕孝的讲座 是维多利亚教育团 贡献影当中 但这个呢 出于个人原因 没有录像 所以大家只能来到 我们的直播间 记下来 11月30号 周一的晚上 8点钟 我们的跨年演讲 好的 那下面呢 我们就要把时间 介入到我们的 王帆老师 那我们呢 维多利亚教育团呢 成立于1999年 刚才前面有一个 2020年的8月8号 是我们的 21周年庆典的一个介绍 那在过去的21年呢 我们的梦想是 打造北美就业率 最高的职业 培训学院 那历经了 一代一代人的 这种努力 目前我们有10个校区 无论是在 多伦多温哥华 蒙特利尔卡尔加里 埃德蒙顿 包括美国硅谷 和洛杉矶的小伙伴们 都可以享受到 我们一流的师资 以及我们的雇主资源 所以呢 我们的课程呢 主要是针对 在求职方面的 职场学院 包括呢 在创业方面的 品牌啊 等等创业学院 包括投资学院 包括自我提升学院 希望 维多利亚教育集团 将些21年 铸造北美 第一教育品牌的梦想 随着我们的实现 随着 我们能够帮助到 更多更多 21年来 已经有几万名学员 通过维多利亚教育集团的帮助 实现 安居乐业 实现我们来北美的梦想 亲爱的小伙伴们 校长也希望 跟你一起 大家勇敢的向前迈一步 整个世界都会为我们敞开大门 那下面呢 我们今天晚上 就来听一下 我们的王凡老师 带领我们 勇敢的向前看 然后呢 包括往前看的钱 包括呢 我们呢 投资让钱 生钱的钱 让我们知道 未来的投资市场 将是怎样 刚才已经介绍了 王凡老师 首先 他是一位 具有26年资历的 美股策划师 和操盘手 所以他是在第一线 专门就是做 这个trading出身的 所以 他才能够对整个 投资市场 有着这种呢 超前的洞察力 那我们王凡老师呢 也已经是呢 趋指一算 接近20年的 投资名师 他带领了几千名学员呢 在2007年7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冻见到 08年的金融危机 所以呢 率先带领我们的学员 做空 然后呢 取得了良好的收益 那我们王凡老师呢 他自己第一线的 投资实战 和他的授课经验 让老师具备了 对北美金融投资市场 高专严主的这种呢 预见和这种呢 气势磅礴的 分析和见解 所以亲爱的交伙伴们 这次呢 也是王凡老师 第一次走进 我们的贡学营 那可能很多朋友说 我原来不知道 王凡老师 有这么这么厉害 因为王凡老师 在过去几年呢 实际上 他是在帮一家公司 然后呢 做上市 目前这家公司呢 已经上市了 所以王凡老师呢 这个再次接受 校长的邀请 能够出山 所以呢 这个可能在过去几年 很多朋友没有听出过 Frank王老师的名字 那今天晚上 你会发现 我们再一次 拥有一位好老师 让我们的投资 不再走弯路 能够洞察到 下一步的机遇 和挑战 实际上 让我们多盈利 少亏损 一招制胜 让我们的钱 更加的值钱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让我们拿出激情来 现在请大家 进入学习状态 跟随我们的 Frank王老师 来了解一下 疫情之下 整个金融投资市场 将走向何方 我们的机遇是什么 我们的挑战是什么 举手要热烈啊 要拿出我们的激情来啊 做任何事情 尤其是想赚钱 不管是投资 还是创业赚钱 激情都是第一位的 亲爱的小伙伴们 让我们的热烈的举手 王老师已经在直播间了 让王老师看得到 我们的举手 让王老师 尽无不远 言无不尽 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谢谢 好的 王老师 王老师 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 对吧 我看到了您 王老师 现在请您 摄影一下屏幕 王帆老师 王帆老师在吗 我看一下 他已经是cohost了 是的 好的 那王帆老师 麻烦您 您能够这个 开一下您的照相吗 看一下您的摄像头 可以说话吗 王帆老师 请您把您自己的 mute打开掉 Hello 那个Gavin 您跟王老师做过测试了吗 有测了 我们的问题 对 王帆老师 请您把自己的mute打开掉 请您把自己的mute打开掉 我看一下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等一下 因为王帆老师前期唱讲座 是在学校做 所以他可能 王老师您要开一下 您的那个 请您把起来 请您订阅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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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 你这准备的某位 进行我的话 OK 现在声音是不是来了 现在声音可以来了吗 对了 有了 有了 好 是不是现在来了 现在可以了 对 您可以打开您的VDU吗 让我们看到您聪明大脑 如果打开 您也可以 那个特别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我用的 这是新的一种视频工具 我这个还不是 Star video 现在能看得见吗 没关系 看不到 对 没关系 那行吧 已经知道了您的光辉形象 看到您这个闪亮的脑袋 我们就知道 这是大脑 好的 那我们听到您的声音 声音效果非常好 那Share video我们也看到了 那我们下面就开始了 王法老师 谢谢老朋友 谢谢 辛苦了 哎呀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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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这个闹一下 目前比较热点的这些个事件 不敢说是讲课吧 只能说我在最近的一些个人体会 因为我知道今天来的人也比较多 这里边有方方面面的专家 不过我特别希望跟大家就各种话题进行交流 只有大家一起在一起经过这种思想的这种碰撞 才有利于我们在金融市场上做得更好 好了今天的这个题目呢 是这个疫情对这个金融市场未来的影响 要谈这个疫情啊 首先我们得做一下比较 做什么比较呢 就是中美防疫措施的比较 及后续疫情的影响 因为中国几乎相当于走完了 由疫情开始 疫情爆发 另外呢 疫情诸多措施的这个采用 控制疫情到现在几乎可以讲是彻底的胜利了 那么做这两个国家这种措施的比较呢 能够更好的预测未来美国疫情的发展 因为哪些措施对中国整个抗议有效 那么美国还没有采取这些措施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估计 未来疫情大概在北美的发展趋势 实际上这个趋势啊 大概在这个三个月左右之前的时候 那么我曾经跟国内的朋友一起 闹过美国的这个疫情 我就当时就跟他们讲 我说美国的疫情近期内不会结束 那么 但是国内的朋友问我为什么 我说这里边呢 有很关键的措施 在抗议过程当中 美国人没法做得到 我中国可以 那好了 我们现在就展开这个话题啊 其他的我们就不谈了啊 这个什么发源呢 怎么这个发展呢 美国到什么程度啊 咱就可最关键的一点 那么回忆一下 中国疫情的发展过程 我们特别回忆一下武汉的这个疫情的发展过程 那这里边有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 大家肯定还记得 当时呢 这个有一句话叫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 在这之后呢 中国在武汉设立了好多方商医院 那么当时的做法呢 是由这个政府组织是聚会也好 是志愿者也好 去挨家挨户敲门 那种地毯式的排查 我记得当时不是排查一次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说他通过这种排查呢 把隐藏在家里边的 隐藏或者没有隐藏的这些的 病人和潜在的病人 都给他们转移到什么呢 方商医院 当时的疫情状况是什么状况呢 就是说武汉的疫情 它在急剧增长之后进入了一个平台期 当时每天的这个发病呢 大概就是两千三千 那么全国其他的地方几乎都已经控制住 而且下降的情况下呢 武汉大概有好几天是这种情况 两千三千 所以当时武汉领导疫情 抗击疫情 领导抗击疫情的一个领导人 有过著名的一句话 比如说楼上的水龙头不关 那地下室肯定是都是潮的 所以当时就采取了这么一个极端的做法 就挨家挨户的受病人 把这些人请到方商医院进行这种整理合理 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个防疫专家 发现一种状况 就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戴口罩了 大家都知道保持社会 保持社会距离了 那么实际上街面上商店就关了好多 饭店已经不开了 但是还有好多几千几千的这种病人产生 是什么地方传染的呢 实际上家庭内部传染 原来呢 咱们国家的专家 给老百姓的建议呢 就是武汉在早期的时候 是希望大家发现得病了之后呢 在家里边自行隔离 那么有条件的家里边有一间房 专门给病人 完了之后水啊饭啊都放在门口 把这个门打开 这病人把门打开 饭拿进去水喝掉 吃完了之后再把这个什么碗啊 等等又放在门口 后来咱们国家发现这个办法不行 必须得进行这种 就是病人跟健康人的彻底隔离 成立方肠医院 那么在这个措施采取的时候 武汉的这个病情就急剧的这个发病率就急剧下降 后来我们国家又有一些小的反弹 无论是北京也好 还有这个新疆也好 还有这个黑龙江那边的城市也好 实际上采取的都是这种方式 效果很好 那反过来我们为什么说美国的疫情 我三个月之前这么讲 今天还在这么讲 实际上呢 他采取不了这种措施 那么中国当初采取这措施 有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我们国家集中爆发的地区 就是这个湖北省 武汉市 它是一个点 所以采取这种集中措施的时候 它有这种客观条件 那现在世界其他地区 尤其是美国 这种爆发的点太多了 所以这个在客观上就不可能 另外一个从国家治理的这个 风格来讲 还有它的行政能力来讲 美国和欧洲这些国家 也全都达不到中国这个管理水平 所以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实际上这个疫情啊 就是家庭内部传染 它也不可能在近期结束的 所以这个呢 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美国北美的疫情 会不会像以前那样 一下突然爆发的量 再一次突然爆发的量 很大的一个程度 我个人感觉呢 也不大可能 为什么呢 我们实际上呢 有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什么呢 是全世界各个国家 那么他们每天的这个疫情的数 死亡的人数 那么我观察 连续观察几天 实际上前几天 美国呢 它这个疫情爆发的人数 数量是下降的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 因为这个说明啊 就说的 现在呢 就是美国 就北美也好 包括全世界也好 都意识到 这种戴口罩 还有这种就是保时纪律 另外多用酒精来擦手 洗手等等这些措施 就中国过去采用的 实际上对防范疫情呢 它是特别有意义的 那么当全体的这种国民 都有这种意思的时候呢 他对控制整个疫情的这个影响 是特别有帮助的 这就是为什么 在这个美国疫情高峰期的时候 每天都六万左右 五万左右 为什么下降到前几天 三万左右 有一天特别极端 下降到两万左右 那么随着美国 它这个经济恢复 这个工作岗位都逐渐走向正常 另外一个呢 就学校开学 学生的返校 再一个是由天气原因 那么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 会使这个疫情有一些反弹 但是呢 由于全体这个国民 都有这个防范意识 尤其是在这个共产 那么他的这种 疫情的反弹力度呢 就不像以前 大家都没有准备 那么强烈 所以主要的疫情传染 就是说一个是这种 社会传染有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家庭传染 家庭传染这个美国是没法解决的 它的体制就这样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 第一 疫情近期内不会结束 第二一个呢 它进入了一个平台期 如果是季节炎 略微上升的话 但也不会发生像以前那种 大规模爆发的情况 所以这个呢 是对美国疫情的一个基本判断 那好了 那第二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 美国它的这个整体经济的恢复程度 到底如何 这里边呢 有几个关键的数据 我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网站挺好的 就是tradingeconomics.com 这里边有各种数据 有这个劳动力 有这个失业的人数 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有失业率 还有这个制造业的这个PMI 就是制造业的这个指数 还有服务业的这种指数 那么这个指数大家都知道 它在50往上的时候呢 代表经济是扩张的 那么50往下的时候呢 经济是这个萎缩的 那实际上我们看这几个月 那么在4月份的时候是最惨的 那么现在这几个月一直都恢复 它的就业这个人数呢 也基本跟这个图形差不多少 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 实际上还是在恢复过程当中 这个也会对我们金融市场的 某些板块呢产生作用 这是下面要谈的 我们先把大致的这个情况呢 先分析一下 好了 这个呢是这个基本的前提 那我们再落实到具体的 这个金融市场的板块上 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就是防疫采取的 各种措施都不同 那么会导致不同的这种 疫情的这个结果 那么下面我们还有一个因素呢 也特别关键的因素 就是什么呢 就是疫苗对这个疫情的影响 疫苗对疫情的影响 我们还是先看中国 中国前两天呢 在这个抗疫 这个有一个抗疫表彰大会 这是由咱们国家的这个习大党出面 给四个人颁发这个奖章奖状 这四个人呢 特别有意思 一个呢是钟南山 他是西医界的代表 那么有一个这个 还有一个张院士 他是中医界的代表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陈威 他是这个疫苗界的代表 那么第四一个呢 就是那个他是剑动人嘛 这个是武汉的一个医生 所以虽然就说的 在这个抗疫整个共产当中呢 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很多 但是我一看他这个呢 就说的基本选的是各界的 他一个代表出来 这个评选应该说是相当有学问的 也就各方面的事情 各方面的这个人物都考虑到了 在这里边 疫苗的代表是陈威 大家应该意识得到 就说这一次这个新冠疫情啊 它是一个重大的世界性的历史性实现 这个会载入史册的 对于任何一位追求历史定位的领导人 那么在这里边呢 他每做的任何一些的行为和行动 他未来都要载入历史的 所以我们国家这个疫苗的开发情况 应该讲到颁发奖状给成为颁发奖状的这一天 实际上就已经改观点了 就是这疫苗已经研究成了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这疫苗没研究成的话 那如果说过半年 过一年之后发现这个疫苗没用 那你想想 这不打在西大的脸吗 所以呢就说的 从这个官方态度来讲 这是对疫苗肯定的 那么从实际疫苗的应用情况 我们收集到各方面的这个信息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国家很早就打了这个疫苗 首先是在这个军队估计 这是国家稳定的基石 当时在这么人性慌慌的情况下呢 所以他们先使用疫苗 那么紧接着是呢 这个医疗工作者包括这个后来 还有一些这个住外的人 也开始打这个疫苗 那么从打的情况来讲 到现在没有一例发病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从身体的反应来看 实际上也没有那种强烈的 这种不适的感觉 所以这是国内的情况 那么国外呢 阿林球和这个巴西 他们都进行 巴西进行了二期实验 二期实验结果 他那个当地的州长非常高兴 那么公开的在这个新闻记者会上的讲 马上就要进入三期实验 而且大批的人就计 十万左右的这个人数 或者几十万人都开始做第三期实验 那么阿林球的情况反应也是特别好 阿林球的三期实验已经做完了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紧急的这个应用阶段 实际上从这几个国家 还包括其他国家的这个反应情况来讲 就咱们国家这个疫苗应该讲 研究的是非常成功的 那回头我们再讲这个美国或者英国 他们一边研究的情况 虽然他们现在进入是二期实验 那有的实验呢 英国还有这个牛津大学跟美国的一家公司 那么前两天的进行二期实验的时候 有一个人发现脊髓炎 那么实验停止 后来发现跟这个实验没什么关系 又开始接着实验 那么美国的辉瑞制药公司呢 他们做二期实验的时候呢 这个反应呢 叫中度反应 那么实际上不管是什么反应吧 也就是疫苗研究可能是有快有慢 因为我们国家最先发病嘛 所以这个他的这个疫苗的病毒 我们是最先得到的 可能有先后的不同 但是只要中国能研究成功 那么美国欧洲 也包括苏联三连 他最终肯定会研究成功的 所以这个呢 只是时间的这个早晚而已 那么在这个板块里边呢 我给大家 北美啊 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这个小伙伴们呢 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大概有九家主要的这种制药公司 他们的这个研究疫苗的情况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个股票代码写下去 但是我并没有做这方面的这个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这方面的股票受消息面上的影响太大 一个消息出来 好消息出来 就是这暴冲 如果是一个负面消息出来 就暴跌 所以这个 对于我们这种外行人来讲 外行人 圈外的人 可能很难把握这里边的这个节奏 所以呢 这是一方面原因 另外一方面原因呢 就是说现在开发疫苗的有好多家 欧洲的 中国的 苏联的 美国的 可能每一家公司开发的都不是一种疫苗 现在疫苗的这种技术路径呢 有两种 一种是灭活疫苗 也就是说那病毒死了之后 用它的尸体做的疫苗 就残余的这个毒性 另外一种呢 是用DNN技术 把这个就病毒 它致命的那部分呢 用生物技术给减除 把那时候用其他的微毒的这部分呢 开发疫苗 反正不管是哪种技术路径吧 只要 中国能开发成功 我相信其他的国家一样能开发成功 尤其美国这么强的这个生物技术能力啊 它是一定成功的 那么可能有的人问 说你提供的9家够吗 对不对 你现在开发疫苗的好多啊 我相信差不多少 就开发疫苗的 可能不下几千家 就不是几百家 不下几千家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能做后期 一期二期三期 这种大规模试验的 恐怕不会有太多家 因为这需要财力和社会影响力 那些小的生物制药公司 如果在早期 能开发出疫苗的话 那么全社会也可能会拿它当回事啊 进行试验 你现在这么多家出来 可能只有那些个头部的大型的制药公司 和生物技术公司 才有可能 再进行一期二期三期试验 否则的话 你迫不通通小公司 想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试验 可能都没人会替你组织 所以我想呢 北美这几家公司可能就够了 在这里边呢 我可以明确跟大家讲 我是不敢做这方面的这个股票 因为咱不是圈内的人 好吧 但是呢 既然谈到这个疫情 对这个金融市场影响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板块 不能不谈 好 这个呢 是这个 是这个就是的疫苗板块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 这个股票 这个就是这个 美国的这个疫苗公司 一消息出来就暴冲 我紧接着 暴跌 所以这个不太好散活 好了 那么 下面呢 要谈的呢 应该讲 今天是相当的这个运气 这个板块不大好谈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高科技板块 这是纳斯达克的这个指数基金 QQ 实际上它跟纳斯达克是一样的 为什么前几天 今天不好谈 今天好谈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用词的这个思见性 前几天 那么好了 在回调之前呢 那是越展越高 对吧 那什么时候回调啊 大家可能心里边都画个问好 那个时候怎么入场 那么回调的时候呢 那好了 调到什么时候 算是一个阶段性底部啊 嗯 他如果没做出来的话 那肯定是不太好漏场 所以今天这个股市走的情况 我一看 哎呀 行啊 今天王老师还算是运气 那么他们把这个图形呢 就做出来了 或者说是老大们 中医算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了啊 原来看空的 看跌的啊 这种市场的这种 不同的意见冲突是非常剧烈的啊 所以就造成了前几天的这种市场的一个剧烈的回调 那么这个今天的图形出来之后 可以讲 阶段性回调 基本已经结束 应该来讲 然后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反弹 嗯 我说这话呢 如果在这个 股票技术图形 有相当功利的人呢 应该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 一般水平会看到啊 到了一个支撑位 对吧 那个相当功利的人 应该能看出这种资金的走向 所以呢 就是说到了一个很强的支撑位 这是图形告诉我的啊 并不是王老师凭空想象的 所以呢 就说的那么高科技板块 你像几大这个股票啊 微软呢 苹果呀 Amazon啊 Facebook呀 还有这个特斯拉 特斯拉呢 应该放在第二位 这一会儿我们谈为什么啊 他的长势 脾气他都好 那为什么放在第二位 再先把第二位的问题说了吧 应该讲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件 第一个呢 就是标普500 并没有把特斯拉收入到这个他的成分股当中 那我们呢 通常来讲是对这个特斯拉公司也好 或者对金融市场来讲呢 我们并不属于那种核心权的人 对吧 那我们都是这个通过这种公开的这个信息渠道 还有这个股市发生的这个事情 我们直接来读这些个信息 但是核心权的人呢 如果没有认可这件事情 所以这里边到底会有什么 啊 思想不清楚的啊 这不好说 所以呢 我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二位呢 啊 这个就是我本人的顾虑 那特斯拉这个公司应该讲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公司 他优秀在几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呢 对这种新技术的探讨啊 确实在这个全世界 这个是应该讲要手去一指的吧 那么马斯克这个人呢 应该讲确实是个营销大师 当初几百万股 入股这个特斯拉完了之后 又当CEO 那么这几年的这个运作 能把特斯拉的股票 从那么低拿到三千块钱 两千块钱 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 这确实 两千块钱吧 这个最终的价格 我们也记住 这是一分五之后的这个价格 确实是两千块钱 确实是相当相当厉害 好了 这是它的优点 那好了 回头我们谈这些个 就前一阵暴涨的这个科技股 那么在这次疫情之下 应该讲科技股是受益的一批人 就是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未来如果疫情不结束的话 实际上他们会接着受益 不是说其他行业不受益 但是呢就说这些个公司呢 它属于特别受益的这个一批公司 首先第一个呢 高科技公司呢 它在那个公司的运营方面 受疫情影响就特别小 因为好多的这个员工啊 他都可以在家办公 对吧 所以呢就几乎在这个运营方面 没受任何疫情的影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那么他们在疫情过程当中呢 可能还是特别大的利益 受益者 你比如说Amazon 因为这个逛商店这件事 已经是成了非常困难的 所以大家的网购 那么所以他们又是直接的受益者 最关键的一点 就这些个公司 他们都是行业的垄断者 他们赚起的是垄断的利润 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就能够想象出来 一个垄断的利润 他会持续多久 他赚利润的方式和利润率 大概有多高 前几天呢 也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美副石油公司 从这个道琼斯 三十个成分股当中 替着去了 那么他进入 道琼斯三种股票 三十个股票 多长时间呢 九十多年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一旦投不起 形成的话 他会在市场里边 就骑老大的时候 会几十年 所以就是说的 这是一个长期的 一个垄断的这么一个利益 所以就说的这个高科技公司 这就是大家 为什么喜欢他的一个原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市场的头部效应 在这几年 特别特别的突出 什么原因呢 就大的基金经理呢 他们现在的这种资金运作 很重要的 他们都集中在头部企业 因为以前有一些基金经理 我们一起交流的时候 他们买股票 就买前二十种股票 或者是买前三十种股票 那么涨势最好的股票 他把它买进来 那么过三个月之后 他发现其中 如果有涨势不好的股票 他把剔除 再换两三种涨势更好的股票 所以这样的话 就形成一个这么正反汇的过程 也就是说好的股票 买的人多 买的人多 他就更好 那更好就越多人买 所以就形成这种头部效应 这就是为什么 五只股票占了纳斯达克 百分之二十的这种权重 所以就说的 这种方式呢 大的基金经理 以后还会继续采用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说高科技板块 未来可以做 只是说什么时候做的问题 在今天之前啊 这话题是很难讲的 因为什么呢 买入信号没出来 所以他就不大好讲 那么今天这个信号出来了 有经验的这种 就是这个小伙伴们 基本看完这个图形之后 就都能明白我在说什么 所以就说 无论从基本面 技术面都到达了一个时间点 所以就说的 这个板块呢 是未来可以继续 或者是我本人吧 会继续去做的 能涨多少 会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我个人感觉不会了 它有可能形成顶部的这么一个震荡过程 因为事实毕竟很高嘛 他网上反弹的话 如果前期在高点被套牢的人呢 他会解套的 所以就是顶部的卖压呢 也会比较重 这从图形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会形成一个高位波动的 这么会在近期吧 会形成这么一种状况 也就是说有利的方面 还有这个反面的因素 几方面的因素起作用 会形成这么一种结果 如果是我的建议呢 如果就单纯的超股票呢 或者是就我来讲 可能头几天会这样 那么往后几天呢 我会结合是什么呢 就是期权来做一种对冲的这种形式 就在他如果在一个波动期的话 那么在一个适当的点位进去 那么在一个适当的价位呢 选择期权 把它俩结合起来 这种做法应该说 是会是一种比较保险的做法 尤其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 我呢 这个月的28号呢 正好要开这个期权课 如果对这个期权对冲课 如果对期权对冲感兴趣的 这个这种朋友呢 我们可以呢 一起来呢 做这方面的事情 这得在这里边感谢玛瑞校长 在这个比较关键的时候 推出这么一本课 这里呢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这是微软 微软 对图形看着 非常有学问的一个图形 在这一点会遇到强制成 在这个200个月左右 我知道呢 这里边这个 来参加这次讲座的人呢 高手也挺多 但是呢 可能有一些也是初步涉及到这种股票市场 给大家一句劝告 如果说你在这个市场里边 在图形上读不出来这种资金的这种流向的话 那我觉得你应该参加学习班的学习 如果普普通通的支撑位啊 阻力位啊 这个呢 就说的 可以做 但是呢 没法做到更高的程度 在这个微软的这个图形里边呢 就我举一例啊 那这种的这个图形的结构 是非常清晰的 好了 这个是那个高科技板块 那么另外呢 一个板块呢 就是什么呢 就矿产 矿产里边手 最开始呢 我们讲是黄金 那么 黄金还能不能做 给大家看一看 嗯 黄金 那么多 这个呢 就是那个 就Beric Gold 全世界最大的黄金公司 那么 这个 也是一个加拿大的公司 我们先看一下 对这个黄金股票 最直接影响什么呢 黄金的价格 现在黄金价格多少 是1957块钱 我们看一眼 我们看一眼 它的这个 发展的过程 哎呀 不理想太慢了 好了 这是黄金 嗯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 把它挪过来 这图形 好了 这样 也就说呢 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啊 一年 差一点 三年的图形 好了 这一段 看了就比较清楚了 那黄金现在涨到1900多 千两天 突破2000 那它呢 有几个因素造成的 那么 第一个因素 就是说 疫情 也就说这个 就乱世买金嘛 不光中国 过去是这样 实际上全世界都是如此 这是呢 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美联储超发 这个美金 那么美金贬值的时候呢 黄金是涨的 那么第三一个 实际上是 我认为啊 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什么呢 是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几年前 开始呢 就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就开始购买黄金 但是黄金已经开采了几千年了 它的一个产量实际上越来越小 那么 好的矿场啊 它的这种生产黄金的数量越来越少 那么不得已呢 大家就这些一个黄金公司 就开采那些品 就是品位含量比较低的这种矿场 所以成本也在增加 但是即使如此 它那个就是说 现在生产出来的黄金这个量 实际上以后是逐年在缩少的 所以这个呢 是它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那么怎么看出来呢 大家从图上看啊 实际上是从去年的几月份 去年的这个四月份开始 黄金开始拉升的 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 从一千二拉升到一千五左右 这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跟疫情没有关系 疫情是去年年底从中国发现的 对吧 那好了 那么到了这个中国发生疫情之后呢 那么有一点小的拉升 那北美金融市场崩盘 那时候有个回调 那后面就一直拉升到现在 所以它是由几个因素决定的 这个黄金的行情 那么如果说疫情会在未来结束 美国的这次危机呢 全世界的危机 以后会结束 经济恢复正常 但是呢 黄金的供求关系 这个是变不了的 所以这个还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黄金未来有可能继续在这个高位运行 这个是一个结论 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一眼这些个黄金公司 这个是 这个是 好了 这些购的呢 它在前几天发表这个业绩的时候 这个业绩特别好 它发表的业绩是什么 它发表的是二级度的这个业绩 二级度的黄金的股价 不是黄金的价格是多少 大家可以在图上看一眼 那个时候并没有这么高 那由此来推断呢 那么三季度或者是未来四季度 或者这个 它的这个营收啊 利润还会更高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什么呢 也就是在这个一个公司的运行过程当中 它有个固定成本 就说 它的这个采购 人员 设备等等的这些个投入 包括银行的利息 那么它呢 在生产同样产量的 这个前提下呢 它成本几乎是不变的 但是如果售价 黄金的售价发生变化了 那多出来的这块销售额呢 几乎就相当于利润了 它可能有一部分销售成本 但是呢 那个都不会影响大局 所以我估计它在这个三季度的季报呢 会非常好 但是黄金这个股票啊 有点意思 为啥呢 你看啊 黄金的行情这么好 而且呢 它的这种市盈率啊 才11.6 很低 但是这个股票呢 却没有像其他科技股那样吵起来 所以 这个板块的股票呢 好像是有点什么说法 但是巴菲特啊 前几天 他把这个美国金融股卖了之后啊 他进了一部分 这个Barrick Gold的这个股票 你看他正好有平台期啊 一直在这平衡增大 所以如果有些个这个朋友啊 愿意做这种价值的这种投资啊 可以考虑这个板块 但是这个板块好像水比较深 尽管这个基本行情这么好 但是呢 他没有出现那种爆炸式的这种增长 所以呢 所以有点意思 所以这个是这个黄金板块的情况 那好了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矿产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疫情啊 他对这个经济的影响 首先第一个中国的经济恢复的非常快 那么美国的经济呢 也不断的在恢复 所以最近 大家看一看 在这个上海的这个期货交易市场啊 这个是这个 铜的这种图形 我把这个 给他闭开 铜好了 这是铜的价格啊 可以看出来 是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 那么由于中国的经济恢复的非常好情况 你包括美国的经济实际上也在恢复 尽管他这个联储的这个主席 在前两天国会作证的时候 他说 美国的这个利率 未来三年都保持在这种 几乎接近于零吧 就零到零点二五之间 几乎相当于零率 因为经济 第一次恢复的 不是那种 尽管有恢复 但是不是恢复特别快 另外劳动力修业市场呢 好多人还在失业 所以他呢 就说的 那么美国的这个政策 还是继续的放水 这零率率政策 所以预计呢 这种经济恢复 还会一个比较正面的这种趋势 所以这个基本基础价格呢 还会在上涨 所以这个是上海期货交易市场 同的价格 这是上海期货市场 还有一个铁矿石的价格 我可能在做这个软件的时候 上海期货上海市场 那个铁矿石的价格 一升到六年的新高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板块呢 未来就是 我是会考虑的 那么这里边呢 有几只股票 大家可以呢 去考虑 那么 我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 这是全世界三大矿产公司 那么 这个是淡水河谷 它呢 这个 现在的股价呢 照其他的 这个澳大利亚的公司呢 还是有点差 还是有点距离 什么原因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前几年 它发生了一次 就是伪矿的这个溃滴事件 阉神不少人 所以呢 他要拿出钱去赔偿人家 但是无论如何 另外还有的 它的一个矿呢 也就是说 在修整阶段 也就是停产 所以造成的股价呢 有些这个下降 但是无论如何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 铁矿石的生产商 或者是铁矿石生产商之一 过去三大 现在也和澳大利亚加了一些 而变成四大 但是最大的还是它 而且这家公司跟中国的关系特别好 以前呢 它为了降低运营成本 因为每年中国进口全世界铁矿石的60% 它为了向中国出口建了那种大的那个巨型的那种运送这个铁矿石的那种就是这个闪装航船 30万吨 后来中国告诉我没有港口可以听你这种船 后来他没办法把这些船都卖给中国来 卖完之后中国说那行 我现在有港口特意建一个在青岛港的建了 所以这个船到了中国手之后呢 这个港口也就给他建了 因为中国不愿意说你控制铁矿石你还在控制运输 因为过去最最初几年啊 就铁矿石暴涨最初那几年呢 这些个这个铁矿石生产商它控制这个海运 所以海运赚了一块铁矿石再赚了一块 那几年中国的这种钢厂吃了不少亏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他们跟尤其这家公司跟中国的关系很好 中国在这个企业当中有扣置 那么实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图形 很漂亮 这是其中之一啊 其他的大家呢也可以考虑 不光考虑这种就是铁矿石铜矿也可以考虑 所以这个呢是这个矿产的这个板块 那么还有一个板块是什么呢 是这个航空 这个 航空板块呢 这里边有这个Delta航空 还有这个美国航空 还有这个西北两岸航空等等等等 为什么跟大家介绍这个板块呢 因为 他的这个乘客人数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 好了 那么从啥呢 就是的 美国的这种航空管理局 他公布的这个信息啊 就说的 现在乘坐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乘客人数 啊 与上一周相比 上一周是这个 啊 715,000 那现在平均乘客人数是73万这个8000 这里边呢 这里边呢 大家可以去找这个网站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他这个呢 就是每天的这个 大家可以打硕写 TSA Data 在那个Google这个网站 你可以把这个数据 每天的数据 都给你这个蹬出来 那么一周之内 每天加在一起 在平均就得出那个数 他们统计呢 这个人数是在上涨的 所以呢 这个板块呢 大家呢 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我们回头看一下 就说的 王老师今天讲的全都是干货 这个是啥 Data这个航空公司 他的这个股票 大家可以看一下历史的这个数据 我们看一下在财物报表 大家看啊 也就是说 从2015年开始 他的这个营业额啊 始终都是在上涨的 那么看一下 大概他这几年的这个 美股 美股的这个盈利 也就是PE值 而不是那个美股盈利 看看美股盈利啊 这里 多钱 美股5块5块4块5块 实际上啊 美国几大航空公司 他们过去的盈利水平都不错 当然Data Data它就更好 我们看一下美国这个航空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美国航空 那么它过去的盈利呢 也是逐年在增长的 对吧 那么40个B0后来到19年的45个B0 那么它的这种美股盈利呢 是多钱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特别多那个它可能由其他原因造成的 这不在咱们考虑之内 就是一般来讲就3块多或者4块 大概差一点点分呢 这个是这个2块多 当然我们取个平均值 为什么取平均值呢 把这个最低最高的这个都去掉 因为什么呢 这里边可能有些财务上的这个原因 或者财务投资啊 或者是等等其他的这个变费资产等等 造成的美股盈利增加 这个呢就不在我们考虑之内 我们取的平均值大概是3块多 接近4块 那大家可想而知 也就是4块5块的这么一个美股盈利的这个水平 它的股价 这明显是偏低的 也就说刚才我说的疫情未来 因为它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未来呢 它应该是可以过去的 所以呢 这个板块我觉得未来是比较希望的 随着美国复工复产的增加 随着未来疫苗开发的这种就是成功 它会逐渐增加的 那么 美国航空另外一个它是美国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企业 核心的产业 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都是要保护的 实际上这次疫情发生之后 美国在它第一笔的这种救助时间当中 就光美国航空公司它就拿了几十亿 来帮助它渡过这南光给这个月光发工资 未来也是一样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美国政府救助的企业没有一家倒台的 而且它的最后活得都不错 你像美国的两房啊 美国的通路汽车啊 等等等等 他们活得都很好 你包括美国的那些大的金融机构啊 高盛啊 美国银行啊 等等 杰皮摩根 所以呢 咱们这个炒股当然得跟着领导走啊 谁是大领导啊 美国政府才是大领导啊 所以它救助的企业啊 基本上 未来的都不错 所以呢 就说的 这个事也是我本人关注的这么一个板块 但是这个板块刚才说了 疫情它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它是不会结束的 所以这个乘客的人数呢 也不会出现那种爆炸 它有可能呢 就是说是一个震荡上涨的阶段 所以这里边呢 我觉得啊 就是大家呢 如果在这个时候啊 摸不准的话 可以呢 也是做那种跟期权对冲呢 结合起来 当然期权对冲的时候 大家可以把这个 欧不准的价位呢 往上提一点啊 留出 就给这个股票 留出上涨空间来 嗯 这样的话 你可以挣两笔 比如股票上涨 你挣钱 另外一个呢 你option本身呢 也得挣钱 做那个cover call 那么一旦 有点什么形式 这个 你比如说啊 天气凉了之后啊 这个 疫情人数有一定上涨啊 他这个股市发生波动的话呢 这种对冲的这种 就是option呢 就cover call呢 也会cover一下 抵消一部分 这个股票下跌的这种风险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期啊 就是做这几个板块 用的cover call 还是比较理想的 如果大家熟悉呢 那当然是最好 如果不熟悉呢 这个重要事情说三遍啊 所以我现在说第二遍啊 大家可以报我的期权对冲课 我们一起呢 在做这个基础市场的选股 来做这个事啊 所以这是航空股票 大家呢 还有一个担心 什么担心呢 你觉得航空气 它是一个密闭空间 那在这里边 会不会传染这种新冠疫情啊 那么在这个问题呢 我们还是拿中国的数据 中国的什么数据啊 就中国的这个 外来输入啊 这种病例 大家呢可以上这个 就说的中国的网站查 应该讲中国呢 就扩大这个 中国跟世界其他地区 包括美国在内 加拿在内啊 还有其他非洲在内 欧洲在内 扩大他这个航空公司的航班呢 这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中国的这个输入的病例 有没有发生暴涨呢 并没有 每天的病例 多的时候12个 一般情况 6个7个8个9个 更关键 它有可能一个航班 因为现在登飞机本身就阳格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必须得拿你健康证明 你检测过你新冠疫情之后呢 拿这个报告才允许你登机 但是有的航班也会发现 落地之后发现这种 就是说的无症状感染者 那么最关键的观察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在这些人当中 隔离的14天之内 有没有发生那种就是传染 就多人传染的现象 那实际上我们观察这段时间 发现呢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有的飞机就一个 那个那么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也没有发生说第二第三第四 在飞机上感染 这时候发生又爆发的 所以呢就说在这种 就是大家都有这防护意识的 这种情况下 即使在飞机的密闭空间内 也不会发生这种大面积感染的情况 所以这个呢 是我的本身的一个基本结论 那就是说在乘坐航空 不见得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我呢 比较关注航空的什么一个理由 那还有一个理由呢 也就是说 在这个股市里边呢 疫情收益的股票已经暴涨上去了 对吧 那还有哪些受疫情压制的股票 未来还会成长 这个是我观察航空股的这么一个理由 那么受这个疫情坏的这方面影响呢 还有什么呢 邮轮股 但是呢 邮轮大家之间 在那里边是同吃同睡的 同生活的 一搞几十天或者十几天 所以那个不向大家推荐 尽管那个股票也在处于反弹期吧 但是我不会给大家推荐 我本人也不在 不在关注那个 那这个呢 是这个航空板块 那么还有一个在疫情当中 受益的这个板块 是什么呢 是这个 就是快递 快递呢 首当其冲的呢 就是 FDX 这个联办快递 那据他公布的业绩呢 据他公布的业绩 也就是说在这段疫情期间呢 就上个季度 他的业绩增长非常好 那刚才我们说了 我说疫情在近期内不会结束 那么 所以他的这个利润呢 会持续向好 因为大家什么呢 网购的多了 对吧 所以这个 这种快递公司呢 他的一个效益呢 就比较好 但是反过来我们看 每股盈利怎么样 这并不高 四六块钱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我向大家 这个介绍 这里边很重要 要强调一点啊 投资有风险啊 所以呢 就说的 我只是说 把我本人的这些感想 给大家谈了啊 个人意见给大家谈了 但是未来 大家怎么做 你完全有本人 你们本人自己决定啊 所以 适应率还不高 未来呢 会持续向好 所以呢 就说的 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未来可以 观察 关注的这么一个 板块 我回头看一下 他的这个图形 也就是说 我们考察股票 我在那个 就是 期权对送的 公开跟他讲了 就是我观察股票 有几个角度 第一个是 基本面 消息面 还有一个 技术面 好 好 这屏幕广告太多了 技术面的东西 那么未来大家可以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进去 点位进去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股价比较高 进去的话呢 就是说有一定风险 那么大家也可以跟那个期权对冲结合起来 用这种期权对冲的形式呢 先收一部分这个权力金到手 那么覆盖一部分风险 实际上这个图形也可以 好了 那个这个就是 我这一阶段吧 就在疫情期间这一阶段 对这个市场观察和这个体会 我一般在这个上课的时候呢 特别愿意跟大家交流 所以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就是说这个想法呢 大家呢也可以在这里边 我们一起共同探讨 这里边有这个同学说了 期权进去做什么呢 买call还是什么 对期权课比较感兴趣 那样我在这个周六呢 有那什么 有这种期权对冲的公开课 你可以过来听一下 应该是十二点半 期权它呢 我给大家举一几个例子吧 好吧 这个也是这个 期权那种工具呢 它特别的灵活 就是说它有两个方向 四个操作 那么当你在跟股票的结合起来的话呢 也就是说它的这种作用是非常大的 有在这个股市暴涨期间 你运用期权的话呢 你可以用小资金来拨打 你可以十倍 十几倍 低的话呢 也就两倍三倍的这个挣钱 小资金来做 那么在这种市场 在震荡期的时候呢 你通过这种对冲 即使股价不涨 你也可以呢 就是这每个月呢 挣百分之几的这种权利金 所以呢 就是说这种操作 结合起来是非常灵活的 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 做这种操作 可以起到什么呢 就是扩大盈利 来减少这种风险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我这里边有几个例子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这个是 这是美国航空 那么当时呢 我在跟一个关系比较亲密 也是我的一个学生吧 在5月27号的时候 我给他发这个微信 我告诉他说 航空股要涨 所以呢 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图形 5月27号在哪 在这 对吧 这是6月份 所以6月5号的时候 从这个股价 从这个11 12块钱 到多少23 22 所以在这一波的话 做这个期权的话 他 我当时期权的平均成本 是这个7毛5 也就是说1块钱 进了一批 5毛钱要进了一批 那么我走的时候呢 期权涨到8块钱 就几天的时间 所以在这种股价发生 这种剧烈波动的时候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 你得在图上能读出来 未来大概的趋势是什么趋势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也是我以后 在教学过程当中 重点给大家强调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 你看 那么 期权 美股期权 就我们刚才呢 看了这个 就是这个股票价钱多少 13块几 那这个呢 是大家可以看一样 也就是说 下个月的期权是多少的 就13块几的这个股票价格 它的期权价钱多少呢 是1块4 1块5 那么实际上你每个月都收这个权利金的话呢 你想想啊 咱就不用说你能把权利金都挣到手 你能挣到1块的话 你每个月的这种权利金收呢 也就可以收到6%到7% 那你这个如果一年做下来的话 那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所以呢 就是说在 但是这里边有个前提 也就是说它是在这个股票价格波动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没发生的那剧烈 先我举例子 暴涨暴跌的情况下 你每个月都可以收这个 如果涨去的话呢 那就是说你做单向的就涨得特别快 10块8块的那种涨法 你可能呢 就说的这里边你挣的就是没有做单向那么多 但是你也是在挣 但是如果股价跌的话呢 因为你事先收了权利金1块多了 所以它的股价跌到 即使跌到12块钱的时候 实际上你也是盈利的 因为股票亏损 权利金是怎么的 它只有跌到12块以下的时候 你才会亏损 所以它又对冲了一部分下跌的风险 这也是我就是在这个就股市啊 在犹豫不决 就是在这种震荡的过程当中 我特别喜欢的这么一种做法 所以有的同学在问你 就是说期权是什么 我大概给大家解释一下 主要内容我上课的 主要内容是什么 我的课呢 实际上应该讲 这门课就期权对冲了 主要是讲这个期权对冲的 但实际上在这里边怎么选股 怎么做 我带大家做这种 就是模拟四盘的 也就是说 我举的都是现成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一个月之后你看结果 那么就是你的结论 结论是美股长期继续上涨 如果你认真听我的讲的呢 我就说它会在 就是不同的板块 结论是不一样的啊 可不是说一个总的概念 我刚才讲了几个板块 几个板块呢 就是我关注那些板块 其他的板块我并没有提 所以这个不要争火了 那么还有一个 你刚才说高科技股 高科技股基本指定 你会继续做 会先进股票再做期权 所以我想知道 你具体指什么操作 这个你听我公开课就行了 好吧我在这里不详细解释了 不占用其他人的时间 好吧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有问题 尽管说啊 那个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什么呢 我特别愿意跟大家交流 也就是说实际上呢 我们来的这些人啊 人数不少 他们有 你们有各方面的专家 可以把你的看法呢 现在提出来 我们共同探讨 这我是特别喜欢的 因为一个人的这个观察事情的这个角度啊 他毕竟是这个有限的 受到这种就是知识结构啊 还有这个背景的影响 所以如果大家在一起 有不同背景的人 有各种这个经验的人在一起交流 那是最有意思的 好吧 现在大家呢 可以发表一些见解 大盘呢 我觉得现在说大盘 有可能是一个这个震荡阶段 这个 那么我是每股小白 准备做每股 每只股票都有 其实每只股票都有 请问对中国大盘的看法 这个不在我探讨之内啊 好 大家还有什么话题 最好大家有什么这个 个人的想法和看法呢 说出来 能让我本人受益 这是最好的了 好吧 所以我也在这里边向各位专家请教 我的课多少小时 我的课是这个 每一轮是12小时 但是呢 一年之内呢 可以反复的听 在这里边呢 我跟大家一起去做 从第一堂课就开始做 期权这个概念 虽然有些这个朋友陌生 我是美股小白 但是实际上呢 它做起来并不难 尤其是我们一起做的时候呢 你会 我估计一轮下来 你就会熟练的掌握这种技能 当然了 要想做好股票的话呢 12个小时 这个是有点短 但是一年之内 我希望你呢 一直跟着我 这里边会有好多内容跟大家讲 这个说是 指数期货呢 我在做 期货我不做 因为期货真的是这个 因为我对好多商品的背景 支持不了解 实际上 如果你们听我的这个发言呢 应该理解到 就是说我在做每一个板块的时候 它的背景情况 我需要尽多的了解 只有了解到这些背景 知识之后呢 我才能看盘 对这个趋势呢 有个大概的这么一个 就是说的了解 你主要讲 我呢 因为是要带大家做这个实际模拟盘的 所以不光是期权的用法和这个运作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期权它是股票的一个衍生品 我们在选择期权股票的时候呢 必须两者结合起来 所以就说的 虽然它说的是期权对中 但实际上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对数字货币的看法 这个不好意思啊 这个不在我的讲课内容之中 也就是说数字货币 咱这么讲吧 咱就说比特币这件事吧 那比特币呢 就说首先第一个 它不是一个主权货币 所以它没有获得各国家的这种 就是中央银行的承认 前一段有谣言出来 说美国财政部承认 但实际上我看后来也没有结果 这个不大可能 为什么呢 咱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说的 就一个家庭来讲 就是说把握财权的人 这个在家里边 这说话算数的人 如果你没有财权的话 那在家里边 那肯定是二把手的地位 对不对 那你想想货币呢 对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 更是如此 对吧 美联储 就是说在美国经济是好是坏 股市是高是低 他就决定这个利率是多少 他的这种 就是说的 他的这个 也就是说那个 他的财务平衡表上 钱多 钱少 发出去多少 收回了多少 这完全是由他自己掌控的 他怎么可能来允许一个 就在互联网随便发行一个货币 他就能够这个来替代的主权货币呢 所以这个从这个政治利益 经济利益上来讲 这是根本不大可能的 但是为什么比特币还存在这么长时间了呢 其实原来我也不理解 后来我知道了 为什么呢 黑市 也就是说在那个地下经济里边 我如果挣了800的人行转账 我没法转 但是我可以通过比特币来转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它能一直存在的一个 就合理的这个原因 所以你问我数字货币的看法 那我就跟你讲 大概是这样一个看法 刚才我讲了 就是目前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么一个支撑位 这是我本人的这个感觉 所以大胆做多 实际上我介绍了 我发现呢 就是有几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都是相当的笼统 而且呢 你们在提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背景的情况了解多少 我都对你们 就是最起码在你们的这个问题当中啊 没有看出来 我觉得有可能你了解的这个情况比较多 这边没说 但是我觉得从你们提问的情况来讲呢 这个还是有点太浅 Amazon能买吗 买与卖 这是你本人的情况 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的 Amazon也好 它是一个垄断性企业啊 他未来挣的还是那种 就是说的 垄断性利润 他未来挣的还是那种垄断性利润啊 而且疫情呢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他还会继续处于这种垄断性地位当中 至于说 你本人做还是不做 这个完全是由你本人自己这个来决定 我的结论刚才实际上已经说了 好吧 有人说今天大选之前 十月份大选前股市不可能崩盘 这也可能是一个理由 但是对我本人来讲 我更喜欢盘面上的直接语言是什么 也就是说 实际上发生的这个金融市场 实际上发生的这些行为是什么 我能把这个来读懂 这个对我来讲是更重要的 也就是说大胆的做多 如果跟我这个做股票时间长的这个朋友啊 就能够理解 就说我本人在做股票当中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说的 我比较喜欢这个就是做这种期权对冲的一个原因 但是如果在三四月份的时候 其实我完全做这个单项 而且几乎的这个 而且是重厂 实际上这种 就是说基本材料板块呢 还有一个这个方面 就是什么呢 锂矿 锂矿呢 买入指数型 锂矿 给大家看一眼 首先一个基本事实是什么 就是说的欧洲啊 就是上个季度的这个汽车 电动汽车销售量呢 出来之后呢 随着大家发现 电动汽车销售的增长 最好的地方是欧洲 因为欧洲它有一个硬性的政策 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年之后 它的这个就内燃级的汽车是禁止销售的 因为它要保持环境空气良好 所以这是个硬性指标 这样的话 欧洲的各大汽车厂 都在开发电动汽车 所以从上 就是前几个月发表的数据来看呢 欧洲的电动车市场是最好的 那么特斯拉呢 当然在欧洲也有卖 但是它的排名在第六不是第五位 第六名左右吧 那么头部的企业还都是那些奔驰 宝马等等的 他们那些企业 中国的电动汽车呢 数量也在增加 美国的电动汽车销售呢 也在增加 所以未来呢 就是说的这个 锂矿啊 我本人觉得还是比较不错 那么 实际上我做了一支 我只是给大家汇报啊 这个至于说 做不做呢 完全是你们自己决定的事情啊 我自己做了一支股票呢 是这个 我帮大家找一下啊 别别别把这支股票呢 好 好 对 这是我这个就是特别欣赏的一只股票 它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 这个矿场呢 它是在这个就阿根廷 因为在这个锂矿 就是锂这种原料生产过程当中 成本最低的是南美的这种 就是盐湖 它生产的那种锂的成本是最低的 那么还有一个生产大户在哪呢 在这个澳大利亚 但它都属于矿场的 岩石的那种这个锂矿 我没有推荐大家做这个 我只是说跟你今天 因为是这个工艺营嘛 所以就说我随便唠我的这种感想 那个所以他们都是盐是这边产 但是它的含量呢 就造这种南美的盐湖要低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这家公司呢 它跟谁有合作呢 跟中国的这个就干风 这个生产那个锂电池的这个企业 它是生产电池原料的 应该准确讲是生产电池原料的 跟这个企业有合作 干风呢 它办了一件什么事呢 这个马瑞是不是要结束了 是这样子的 没关系 那个因为我们有更多的问题呢 可以在我们的群里 跟我们的王老师互动 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 王老师您讲完这个话题啊 这个Frank王老师 今天有给我们做了非常精彩的讲解 那个那王老师 您可以讲完这最后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要到群里 跟他很多朋友互动 因为我们有个专门的 Frank王老师的 弃权对冲的这样一个群 在群里呢 大家可以直接 和王老师有更多的 直接的交流 好吗 亲爱的小伙伴们 那我们那个在这里边 我们在群里边 把这个下半年零售业板块走势的看法 来回答一下 好吗 王老师 那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晚上 我相信很多朋友感觉说 感谢校长 又一次给我们请来了一位 特别重量级的大咖 大伙应该感觉出来 我们王老师是非常非常 有水平的一个人 那让我们热烈的举手 对我们的王老师 我们的王帆老师 表示一下热烈的感谢 好吗 亲爱的小伙伴们 让我们热烈的举手 真的是这样子 这样的好老师 校长知道他是好老师 但是大家不知道 所以校长利用贡学营 大伙知道说 王帆老师 是我们第一位投资老师 而且呢 是这样一位呢 有水平的 有实战力量的 而且愿意分享的 这样一位好老师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在这里有两个好消息 要告诉大家 我知道呢 大家一定没有听够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今天晚上的时间 我们原计划只有一个小时 那王老师已经讲了整整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甚至两个小时 那我们还有一个时间 告诉大家 麻烦Gavin把我的PPT打出来 那我们在这个星期六的 中午12点半 也就是后天 也就是9月19号 周六中午12点半 将有我们的 Frank王老师的第二讲 会给大伙来记 就是具体的来介绍一下 期权对冲 到底是怎样 因为今晚呢 王老师提到了期权 提到了对冲 那怎么样能够呢 让我们呢 用一种特别的方法 能够保留 让时间来给我们赚钱 能够呢 保留一种 稳定的盈利方式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那除了对冲以外 我们没有人 没有第二种方法 能够让我们能够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 这个投资市场当中 能够赚钱 但对冲 很少有人讲到 但是王老师 给大家带来了一场 有关对冲的精彩讲座 所以这个星期六 中午12点半 注目直播号是多少呢 那我们是816 85340181 这个星期六呢 我们是从中午12点半开始 是我们的王帆老师的 期权对冲 下午2点半是外汇 4点半是我们的 目前非常火爆的 科学投资法 我们的学员呢 都拿到了很高的回报率 中直播号都是 81685340181 所以投资的小伙伴们 这个星期六 让我们将在直播间里 共同度过六个小时 美妙的时间 那我们呢 现在呢 王帆老师会回到 我们的群里来 在群里给我们 回答更多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样入群呢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 如果大家还没有 加入到我们的共学营 那现在请你加一下 多伦多温哥华的 我们王帆老师的 课程顾问 我们的David 大家扫码 回复呢 投资 就可以把您拉到 我们的投资群里 那我们呢 蒙特利尔 请加一下 我们下整个屏幕啊 上面是我们的David 大家拿起手机来 上面是我们的David 下面是我们的 蒙特利尔的Icon 然后呢 大家都可以回复 投资 拉进来 如果你已经是我们 共学营的 1234567 七个群的小伙伴们 那我们呢 麻烦大家 可以回到我们的 共学营的群里来 我们的 Gavin 已经把我们的群码 放到我们的群里来 大家只需要 扫码入群 我们的王老师 在群里等待大家 现在是9点45分 王老师会有半个小时 在群里 答疑的时间 让我们感觉更加 这个深度关怀 近距离接触 亲爱的小伙伴们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啊 不要吝嗣我们的鲜花 不要吝嗣我们的掌声 王老师是第一次 加入我们的共学营 首次在共学营亮相 让我们老师感受一下 共学营的 小伙伴们的热情 好吗 亲爱的小伙伴们 让我们现在 尽快大家扫码入群 尽快在群里 欢迎一下 我们的王帆老师的到来 然后王帆老师 会在群里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刚才啊 我们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 请问您对下半年 零售商业板块 走势的看法 哇 这是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大家 要进到群里来 跟王帆老师进行互动 好的 那这个星期六 我们继续听 王帆老师的公益讲座 中午十二点半 多伦多时间 不见不散 好 那我们今天的 共学营的日签是什么呢 我们一路奋战 是为了 不让这个世界 来改变我们 是的 我们一路奋战 不是为了去改变这个世界 而是为了让 不让这个世界 来改变我们 怎么才能够做到 不让这个世界改变我们 怎么才能够 保留这份自由呢 那我们必须 你会发现 拥有财富自由 是第一位的 怎样才能拥有 财富自由呢 全世界的人 都把钱送进了 投资市场 所以我们只需要 对自己狠一点 我们就可以在 投资市场里赚钱 那我们怎么样 才能对自己狠一点呢 我们要去跟着 专家学 虚心的 打开我们的胸怀 扩张我们的认知程度 那我们才可以 赚到更多的钱 因为呢 我们的财富 拥有的程度 不会超出 我们的认知程度 亲爱的小伙伴们 让我们一路奋战 继续走下去 你会发现 人生苦短 我们只活着一辈子 我们为什么 不能精彩的 活着一生 我们为什么 不可以拥有 更多的钱 所以校长 永远都是告诉大家 要找好工作 要找赚钱 多的好工作 要去做投资 要去做赚钱的投资 好吧 亲爱的小伙伴们 又到了跟我们的 嘉宾 到晚安的时候 我们的音乐即将响起 那让我们再一次 拿出我们的热情来 让我们热烈的举手 感谢一下我们的 首次进到我们的 同学营的王凡老师 谢谢王凡老师 晚安 好 晚安 我们的小伙伴们 有互动 也鲜花小生 谢谢 谢谢大家 明天晚上八点钟 同学营 谢谢 我们也往营销 请问他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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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晚 谢谢马瑞 谢谢 谢谢